车子纷纷放慢速度 到底是怎么了 几台车开过去之后 终于看到真相 有两匹马正大摇大摆的 在车道中间散步 还有路人想上前引导他们离开车潮 驾驶们也格外小心 就怕一不注意撞上马儿 路过民众看到这样马逛街的景象 路下来发上点书社团 提醒其他人注意安全 事发在台中石缸的丰适路上 四主放任动物在路上散步妨碍交通 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置 同时也请动物保护防疫处处理 就是这个农场的马跑出来 目前已经赶回圈养处 脸书上的网友看了影片 不少都觉得太夸张 有人抱怨经常看到马蹄出现在脚踏车道 没被拴好也没有主人看顾 容易造成用路人危险 也有人开玩笑说路上有马出现 根本就是真实版的法拉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